一场狂风暴雨过后 海边出现了一个身高百米的巨人 很明显这个巨人刚死不久 他的眼睛还是清澈的碧绿 那高高的鼻梁 厚厚的嘴唇 英俊的就像是巨人国的王子 他的体格非常健壮 身材也是无比匀称 从远处看来就像是希腊神话里的英雄一般 没人知道他从何而来 但他的出现足以让世人称奇 没过多久附近的村民就把沙滩围的水泄不通 他们都想要一睹巨人的样貌 有人猜测这个男人至少有60吨重 也有人声称这个男子最少活了800多年 虽然他的身世对于周围的村民而言是个未解之谜 但从精致的五官可以推断 他生前一定是个年轻有为的体面人 巨人的手心里有着一网海水 水里有几条鲜活的鱼游来游去 他躺在那沙滩上一动不动 起初人们对巨人的出现还留有一些敬畏 他们只是在岸上围观并不敢上前 直到一个女人率先爬上了巨人的身体 这一举动瞬间引起了围观群众的阵阵欢呼 眼看没什么危险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巨人靠近 他们纷纷爬上巨人的身体 这里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无比新奇的游乐园 有孩子在巨人的胸膛上嘻嘻打闹 有人在巨人的鼻尖上跳起了芭蕾 甚至还有孩子把巨人的胸膛当成滑梯 对着身边的一切 巨人似乎只能无奈地凝视 可这样热闹非凡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 仅仅过了三天时间 巨人器官就变得不再神奇 围观的人群也越来越少 唯一剩下的也就只有那几个顽皮的孩子 还有几名屠夫正在商量如何将巨人的身体 给分解成碎块赶紧命走 此时的巨人依旧还是静静地躺着 他身体周围遍布着游客丢弃的垃圾 原本清澈无比的眼睛已经变得浑浊不堪 手心里也不再有碧绿的海水 可能是长时间在海边浸泡 从而导致他的身体开上去有些肿胀 这意味着即使容貌甚伪的巨人 也开始屈服于冷酷无情的事件 无论多么完美的身体 都会随着岁月的侵蚀不断腐坏 等到第四天巨人的左手已经不知道被拉往何方 如今的他就像是被人类遗弃的玩物一样 躺在寂静的沙滩 等到了第五天的时候 巨人的身体加速腐败变臭 人们再也无法从他的身上得到新鲜和快乐 他的四肢逐渐被别有用心的人们肢解 变成商品给卖了出去 他那逐渐腐败的身体也被当成画板 涂满了杂乱无章的涂鸦 等到第六天 巨人的头颅已然不知被拉往何方 他的尸体已经变得残破不堪 身体的各个部位也不知所踪 就连五脏六腑都被人全部挖空 当初那些围观的人群早已不见了踪影 现场就只剩下一群着实腐肉的海鸥 直到几个月后 小镇居民似乎已经忘了巨人曾经的存在 可奇怪的是他身体的各个部位 却再次出现在小镇的各个角落 巨人的大腿骨被人丢弃在一处码头 他的小腿骨被当做招牌 挂在巴拉德肉铺的正上方 头骨被人立在了酒吧门口当做装饰 不仅如此 有些相对特别一点的器官 则被存放在马戏团的怪物博物馆中售票展览 如今唯一能证明巨人存在的 也就只剩海边那几根早已风干的骨头 但生物学家史蒂文却觉得巨人依旧活着 他只是换作另外一种方式陪伴着周围的人们 史蒂文经常会梦到巨人再次苏醒 迈着大步穿过小镇的大街小巷 然后一个个收集回自己的身体碎片 最后再疲惫地回到大海中去 或许影片中的巨人真的是生命走到了终点的人 当人类面对于自己相似甚至更高等的生物时 刚开始他们会敬畏 然后膜拜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会渐渐遗忘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他们会以自我为中心 将巨人一点一点地分割成小块 作为战利品占为己有 又或许 人类只是想以这种方式来永远纪念 那个巨人曾经留下的些许痕迹